齐宇和马修都是地表最强人类 如果让他们打一架 谁能取得胜利呢 这天两载比武厂相遇 马修率先向齐宇发起挑战 听说你是一拳超人 而我的拳头也很硬 齐宇有点懵 你叫马修吧 我也听说过你 据说你在模仿我 物理处境满极是吧 马修表示 我可不模仿你 你可是一根头发都没有 你看看我头上的绣发 齐宇听到这里 想到了自己的败号 兔头披风侠 马上不高兴了 马修就去说 那我们来比比如何 齐宇说 好啊 谁怕谁 比什么吧 马修表示 比战绩 想当年 我击败了铁制神塞尔 他的实力很强 能操控气缘斩 追着人跑 但我呢 只用了一招铁壁锁喉 就把他揍晕了 齐宇表示 想当年 我打败了疫苗人 他是地球最恐怖的怪物 据传是被新冠感染的 我只用了一拳 就把他解决了 马修就去说 我还用一招 暴斗绝杀 击败了七萌牙的老大 阿贝尔 齐宇表示 我又用一拳 打败了深海王 马修不服 就去说 我用一招铁骨铮铮 打败了学校的霸王 雷泽 去反怼 我还用一拳 打败了大灰弹 乌龚长老 马修大怒 为什么 你都是一拳 不能换个招吗 齐宇无辜的说 我倒是想换一招 又扛得住的对手吗 马修忽然想到 对了 你不会飞吧 我用物理方式 仅凭双腿 就能飞起来 你行吗 齐宇表示 这个 我确实不行 但我能从月亮上 蹦到地球 不知道这算不算飞 马修又说 我最厉害的战绩是 用一招旋风无印脚 打败了我们世界 最厉害的Boss 纯粹根源 打得他非要认我做儿子 齐宇听了 有点懵 什么 做儿子 他的脑子嗅动了吧 难道是眷锁脑 齐宇表示 我最厉害的战绩 目前是 打败了宇宙霸王 波罗斯 我用了认真一拳 他都挂了 还在飞笑 我是宇宙中 他唯一的对手 这两个大反派 一个是地球级 一个是宇宙级 明显马修罗下风 马修不服气 你知道 我怎么锻炼的吗 想不让伯爵继续讲 马修告诉齐宇 万吨重的杠铃 我每天举一万次 甚至能放手指上 转圈圈 后来去魔法学校读书 每天照样举杠铃一万次 还有轻弓水上飘十万里 手指举大铁石 你怎么锻炼的 其意呢 想起了悲催的回忆 我的锻炼是我的噩梦啊 我满头秀法 就是这样被弄秃的 现在我把秃头的秘诀传授给你 每天做一百个俯卧撑 一百个仰卧起坐 一百个下蹲 以及十公里越野跑 饮食方面也要注意 我早餐习惯吃一根香蕉 夏天和冬天都不要开空调 这样才能磨练你的医治 三年下来 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强 显著特征就是脑袋兔了 马修表示 好吧 既然嘴炮我们不分胜负 我们真的打一场 看谁才是物理之王 马修啊 脱下了校服 做起热身运动 看来是铁了心要和齐宇一决胜负 齐宇先让马修出招 毕竟马修还是一个孩子 不能太较真了 就见马修重拳出击 但被齐宇一个闪现躲过 齐宇表示 胜负已分 我要去买冲了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对了 我有一个徒弟叫杰诺斯 你俩长得很像 难道你俩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吗 马修呢 没有任何回答 而是一个瞬移来到齐宇面前 狂三齐宇三白耳光 待下一秒 齐宇就接住马修的手臂 齐宇认真表示 孩子 打人不打脸啊 只见齐宇一个弹指 弹飞马修千米远 马修仍然不服气 一个冲刺上来 一记铁拳垂脸 齐宇啊 被揍飞到了火焰山 齐宇怒了 你真下死手啊 马修严肃表示 真正的勇士应当全力出击 这是对敌手最高的敬意 话音刚落 马修又闪现到齐宇面前 抱三齐宇一千耳光 再借一记霸王八掌 齐宇脸背三肿 一头摔在喜马拉雅山上 虽然齐宇毫发无伤 但他对马修的武道精神很不满 力量可不是用来增第一第二的 突然 马修蹲下身子绷紧全身肌肉 齐宇呢 不知道马修要干嘛 就见马修飞奔出去 一个攻速突击 想要一早解决齐宇 齐宇不想完了 该回家看博乐视频了 当即一拳就揍飞了马修 马修好半天都爬不起来 彻底折服齐宇 马修战败 齐宇胜利 但马修呢 好奇齐宇为什么这么强 是经历过什么磨练吗 齐宇满脸困惑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 就是每天坚持锻炼 只吃一根香蕉 等到头发没了就变强了 马修博然大怒 你别开玩笑了 那只是普通的锻炼身体 齐宇啊 又生气又无奈 我说的都是真的啊 不信你去问杰诺斯 我总不可能骗我的徒弟吧 见齐宇很认真 马修选择相信他 马修又问 齐宇你这么强 遇到过的对手 谁最让你印象深刻 齐宇呢 陈氏片刻回答 应该是五条物 他的被动之力 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的拳头都碰不到他 但他的被动 并不是真的让靠近 他的物体停止 实质上是速度无限变缓 所以看起来像是停止了 但在我的绝对力量面前 五条物的停止之力就不行了 不过 五条物还是很强的 能跟我打那么久 实力确实可以 齐宇啊 反过来问马修 听说你是物理魔法师 你在你的世界 有遇到什么强敌吗 马修回答 我的世界有一个反派组织 名叫七摩亚 雷则是七摩亚的老二 他有一颗血轮眼 非常好看 能让魔法使用不出魔法 但我不会魔法 所以 他的血轮眼对我没用 但他的技能很酷炫 能操控蓝箭头和红箭头战斗 红箭头能减速我的速度 蓝箭头能将我的速度转移给他 这招让我挨了不少打 但在绝对力量面前 任何技能都是花里胡哨的存在 我一记勇春拳就皱飞他 接着锁住他的身体 一招流星陨落 从高空坠机到地面上 他就成为植物人了 马修呢 问齐宇除了五条物 还有什么有趣的对手吗 齐宇想起了一件事 半个月前 隔壁的陈箫雨 请他去地下城救人 有人被魔物困在地下城 齐宇推门而入 地下城瞬间人起了鬼火 中间放着一个巨大石像 齐宇刚走过去 身后的门就关上了 齐宇有点害怕 平时看恐怖片看多了 不会有什么幽灵出现吧 忽然 石像动了 并向齐宇发起攻击 齐宇一拳一个小朋友 放松之际 突然有人垂他脑袋 齐宇的头像果冻一样颤抖着 回头一看 就见一个石像惊慌失措 声称齐宇是怪物 挨了一拳竟然啥是没有 齐宇啊 愤怒到了极致 妈妈说过 被人摸头是长不高的 齐宇一拳就皱趴了石像 就在这时 中间的大石像露出笑容 齐宇大惊 笑容真吓人啊 我不想呆了 得赶紧回家 石像的眼里放射出激光 齐宇轻松躲过 但大石像还在放个不停 齐宇呢 希望大石像是可而止 他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打架的 大家商量着来 然而 大石像却嚣张表示 就凭你也想来救人 先过我这关再说 齐宇很无奈 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只见齐宇一记大脚 大石像就伸手一触 齐宇啊 成功解救了所有人 马修更加佩服齐宇 你真的太厉害了 齐宇淡定表示 这还不算什么 一个月前 我还和超人打过架 那天 我要去便利店买吃的 突然有怪物在城市作乱 这我不能不管啊 于是我一拳就揍趴怪物 没曾想 超人也敢来揍怪物 但被我抢心了 超人拦住我要跟我比拼 我拒绝了 但超人呢 竟然摸我的头 这我不能忍啊 我就轻轻扇了他一巴掌 没想到 居然把他扇去了大气层 超人气得飞回来反击我 我让了他几个回合 希望他气消了及时收手 结果超人越来越过犯了 我一招霹雳神掌 超人直接连穿十几栋楼 超人生气了 用激光眼射我 我倒是没啥事 就是把我身后的雪山射崩了 破坏环境可不好啊 我一套认真拳 直接做飞超人 后来 我和超人成为好友 约定下次去木星打架 以免破坏地球上的生物 无敌真的很寂寞啊 本编是搞笑动漫 奇遇对决马修 本期问题 大家喜欢奇遇 还是马修呢 选奇遇的扣三个一 选马修的扣三个二 都喜欢扣三个三 火乐呢 都喜欢 奇遇无敌 很有趣 虽然很强 但从来没有骄傲自慢 马修呢 有种天的呆萌 不争强 不好胜 对待同伴也很好 我喜欢奇遇多一点 他对待任何事物都很淡定 一点都看不出着急 这种心态真的太强大了 好了 本期能就到这了 这是波乐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